来啦老弟 这次这疫情来了啊 从三十啊 到现在已经是 放了半个多月的假了啊 可以说快二十天了啊 那难道这个假期长了 就真的有意思了吗 我觉得更没意思了啊 天天在家宅的 哪都出不去啊 一天到晚就是 起床睡觉吃饭 起床睡觉吃饭 我觉得还不如出去工作呢 所以我发现 什么东西都是啊 一多了啊 就觉得没意思了啊 其实我现在呢 更愿意回到原来啊 每天啊 该上班上班啊 然后一周该休息休息 我觉得那样的生活呢 就跟这荤素搭配一样 你老吃醋的 或者老吃肉啊 那谁都受不了 对不对 然后我昨天啊 刷视频啊 看到有这个直播睡觉的啊 看到有在家没事 这个利扫不玩的啊 我觉得是 你可能是多了一种体验啊 但是呢 我觉得啊 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啊 好 那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 咱们相互交流 好 那这期的Vlog呢 就到此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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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